1981年7月29日 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诗纪婚礼 她以童话风格定制的婚纱让所有人惊叹不已 这件礼服被誉为时尚史上最严密保守的秘密 直到仪式前几个小时一直诗个谜 河野边 蓬蓬秀 大裙摆 长裙居 搭配蕾丝袖口的设计 几十年来一直激发着全世界新娘的灵感 然而 礼服并不知表面的精美绝论 在看不到的地方 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尽管戴安娜王妃以超情思维著称 但她在婚礼当天仍然坚持了英国的传统 在婚纱上使用了一些旧的新的借来的和蓝色的东西 裙子的面料是在英国一家丝绸农场专门纺织的 上面的蕾丝可以追溯到玛丽王后时代 腰带的内侧缝了一个蓝色的小胡蝶结 对于借来的部分 戴安娜借用了斯宾塞家族的传家宝 一顶十八世纪的钻石王冠 伊曼牛尔在裙子的标签上 缝了一个十八克辣的黄金马蹄形吊坠 上面镶嵌着白色钻石 使夫妻二人送给戴安娜的幸运服 希望王妃能够婚姻美满 然而 令人唏嘘的是 无论是戴安娜和查尔斯 还是伊曼牛尔夫妻的婚姻 最后都以难堪的离婚收场 奢华的面纱由斯宾在王冠固顶 总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三码的薄纱 延伸到二十五英尺长的群聚之外 面纱上手工缝制了一万颗微型珍珠 珍珠母小亮片看起来 就像散播在薄纱上一样 由于亮片几乎是透明的 所以只能看到闪光 营造出鲜尘效果 礼服上也使用了相同的亮片 这样在走动时就会闪闪发光 戴安娜不小心将香水 撒在了裙子的正面 在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出 王妃正在用她的手和花束 试图遮住屋子 当社济师意识到 忘记考虑群居的长度 与新娘乘坐的玻璃马车的大销有关时 已经为时已晚 婚纱很难进入车厢 尽管王妃尽量小心 群居还是被严重压扁了 这就是她为什么在到达教堂时 婚纱上有褶皱的原因 自从伊曼牛尔二人 将要涉及戴安娜结婚礼服的消息传出后 他们的工作室就被各路媒体淹没 伊丽莎白和大卫 不得不在他们的窗户上安装了百叶窗 防止窥探 并在一楼安装了一个保险箱 当他们不在时 会将草图和织物样本锁起来 以确保不会泄密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看起来人们确实会不遗余力地 想知道这件衣服的样子 2005年 一场拍卖会因声称提供戴安娜王妃 1981年原装礼服的备用版本 而引爆了媒体 虽然伊丽莎白伊曼牛尔坚称自己 从未有过这件裙子的副本 但她透露 确实已经制作了另一件裙子 如果原本的设计在婚礼之前泄露的话 就会使用备用版本 但这件未完成的礼服 莫名其妙地在他们的工作室消失了 被认为是2005年浮出水面 并被拍卖的那件礼服 虽然这件礼服非常奢华 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鞋子 但戴安娜选择的真丝婚鞋 竟然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手工制作 这双鞋有542颗亮片和132颗珍珠 形成一个新型设计 鞋底是手绘的 并在足弓上采用定制的C和D设计 鞋根也很低 因为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身高相似 伊曼纽尔夫妇为戴安娜的重要日子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甚至设计和制作力 把带有香陪珍珠和蕾丝刺绣的雨伞 以备不时之需 幸运的是 那天天气很好 不需要雨伞 戴安娜1997年去世后 裙子最初由她的兄弟照料 多年来一直在斯宾赛家族 位于北安普顿的奥尔索普庄园展出 2014年 这件婚纱的所有全被转移给了她的两个儿子 威廉和哈里王子